下面我们学习一下大数据技术体系 根据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委会 2013年发布的中国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 将大数据技术体系分为六个方面 即数据采集与集成 存储与管理 分析与挖掘 可视化 以及计算范形和隐私与安全六个方面 数据质量是大数据采集与集成技术面临的首要挑战 传统数据质量主要通过ETL完成 ETL主要包括抽取、转换、加载 其中还包括关于数据的解析、模式分析等环节 但是由于大数据环境中数据生成和使用主体相互分离 加值、数据、加值、数据多元、易购、实时、不确定等特性 在分布式环境中 如何保障全局数据的一致性、精确性、完整性 面与大数据环境中 如何保障数据的时效性也是大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在大数据环境中保证绝对的数据质量并不现实 人们正在探索如何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来提高数据的质量 同时来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可信性 数据存储和管理是数据管理领域的老问题 但是在大数据环境下 这些老问题又存在着新的挑战 比如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多副本技术分布是索引技术 分布是缓存技术等 在大数据系统中普遍使用 我们可以把大数据系统中数据存储与管理技术发生的转变 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在数据索引方面 哈希技术它的优势远远大于扫描技术 原来的单副本存储技术转向了多副本存储技术 数据单阶段的存储转换为以多线存储为主的多阶段数据处理的模式 同时数据的压缩存储不仅仅是减少数据的规模 同时希望直接在压缩的数据上边直接分析而不用解压缩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一些特点 与传统的BI相比 大数据分析它的焦点 它面临的问题和支持的业务形态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分析焦点方面 传统的BI是着重于分析以前发生了什么 而大数据是分析未来将要发生什么 传统的BI数据的规模小比较干净 同时呢是采用了简单的统计模式 而大数据面临的是大规模的数据 多样化的数据和无关联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之上采用的分析预测模型 是存在着语意模糊 语意复杂等特点 过去的BI分析往往以因果分析为主 而大数据当中是要利用多个关联的数据员 发现潜在的价值 因此以关联分析为主 那么在大数据当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也就是监控动态的流数据跟踪变化的趋势 第二个方面就是和数据科学家 要和领域科学家一起来进行大数据分析 最后还要将大数据的分析工具 集成到业务的各个环节 人是大数据系统中的关键要素 绝不能忽略 因此如何利用可视化技术 将蕴含在原始的大规模数据中的 关联与因果知识 可视化的展示出来 并根据人的交互反馈 触发新一轮的知识发现过程 是大数据分析的关键 因此可视化是人类实现数据洞察的 关键的交互通道 在大数据时代起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正如前面我们讲过的 计算平台是推动数据管理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纵观近年来 伴随大数据技术发展 计算范形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比如以MacReduce计算范形为代表的 计算范形的变化 将传统的数据找程序 转换为现代的程序找数据的计算范形 同时将传统的以发展大机器为主的 转变为当前以低成本分布式计算节点的 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计算平台 同时传统的 以个人或者是企业 构造计算平台的这种计算模式 转变为以云计算 多助互共享的计算平台 不仅如此 传统的数据智能 主要利用机器的计算能力 而今天的大数据 人们更加关注 人在知识发现当中的核心作用 正在向重包计算的模式转变 PPT上的诱图 给出了2008年 两位学者对于并行计算的一些考虑 也就是说 计算的程序正在从串行的模式 向大规模的并发计算的模式转变 大数据 希望透过多多益善的数据资源 来洞察知识 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 就变得异常的尖锐 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的 典型安全事件 比如2009年2月和7月 亚马逊的简单服务系统 两次中断 导致依赖于该存储服务的网站瘫痪 2010年6月 苹果公司发生了 iPad用户隐私数据的泄露事件 2013年7月 震惊世界的斯诺登事件 爆料了美国的冷静计划 同样去年9月 苹果公司的查找我的iPhone服务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又爆出了安全漏洞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大数据系统的安全和隐私 非常的关切和关注 但是绝对保证大数据安全与隐私 似乎是不现实 因此我个人认为 大数据的技术发展与应用 一方面要尽力而为的保证安全与隐私 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 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今天大数据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其发展也十分迅速 2014年7月 美国ACM协会的旗舰期刊 发表了题为大数据极其挑战的学术论文 对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进行了新的诠释 我个人理解 其中最粗粗的特点是 强调了人的因素 和大数据分析过程当中的迭代与循环过程 对大数据分析过程当中的迭代与循环过程 对大数据分析过程当中的迭代与循环过程